只有油粮的大堂 很奇怪的 只认为是大堂 都把人才往外面推 我们现在是把人才往里面拉 为什么 拉来不是替亲民党来加油啊 是替乡亲来做事情嘛 对不对啊 他刚选之后 他没有包袱 你不需要替宋楚于美国去跑通啊 你要为我们宜蘭 十二个乡镇 是每一个地方所缺少的东西 跑来向宋总统 来请愿 这个地方 你曾经说我 上次你帮我助权的时候答应过的 要替这些年轻创业 你要付钱 对不对 他真的要讲 把注意拉给我看 你看你上次都讲过 要大块钱 有拿个机器拿来 这个问题也讲 你也说过 那交通的问题要解决 对不对 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吧 不是在那边 来把人才往外面推 对不对 我们党为什么越来越找到 人才都被推掉 对 里面那是哪个党啊 对不对 好多多多优秀的人 都被人家推到外面去 为什么 去哪个位置 去哪个位置 而不是找人才 去哪里找人才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刚刚讲的 如果我不成功 我到他家里去请他出来 他还不想从政 这是真话 我们再问这一位 是不是 我也是到那边去 请他出来啊 所以你看今天看到的话 不要问他们的出生 但是要问 他是不是珍惜的想提 老百姓做事情 这一位 我为什么 定标文采 好久都没有看到 宜兰的 选出来的立委啊 在国会里面 能够光不芒四色 我看的那样子 不错 你不要再猜吧 谢谢 谢谢